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狮犬非常非常的特別 所以今天的特別來賓就是一隻很可愛的狮犬 他叫黑嚕嚕 然後我們今天的專家是熊爸 大家好 熊爸旁邊有個小可愛 你有看到嗎 大家上次有看過他是武村 武村你好 因為武村是本節目的老闆 我有一點害怕 我怕伺候不周所以今天請熊爸來伺候他 由我來照顧他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有沒有看到這位好可愛的黑嚕嚕 嗨 好沉默的黑嚕嚕啊 黑嚕嚕這樣 嗨 大家好 還有黑嚕嚕的媽媽 黑嚕媽媽 今天很特別會有椅子坐是因為 黑嚕嚕現在有一個弟弟或妹妹了 然後為了配合媽媽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才有就是椅子的這個超好的待遇 所以之後可能沒有就對了 對 下一集可能又沒有了 下一集我們可能要坐在地上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因為 台灣好像蠻少看到這黑嚕嚕這種狗狗 對不對 其實松絲對一般的士主來說 牠可能不是這麼容易飼養或上手的犬種 對 真的蠻少看到的 因為牠好可愛好澎 而且剛剛我就是在旁邊有跟牠相處一下 然後我發現牠其實是還蠻單純的耶 就是感覺我本來很怕 因為牠其實算是體型有一點點大 算是中大型的狗狗對不對 對 牠其實相當的強壯 這還會再長大嗎 大概就這麼大 但是因為牠看起來就是頭好壯壯的樣子 對 所以我剛剛有一點緊張 然後覺得牠很可愛 我剛剛跟牠相處的時候 牠就一直發出一個聲音 牠就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啊 怎麼會這樣 媽媽牠為什麼會這樣 牠可能有點小緊張 喔 小緊張 所以牠很害羞嗎 牠是一隻比較害羞的狗 真的假的 跟一般松獅不太一樣 所以一般的松獅應該要是什麼樣子呢 因為我們今天第一次這麼近的看到松獅 我對牠其實是覺得很神秘又很陌生的 結果牠給我的第一印象是 就覺得很有意思耶 對牠比較膽小 其實一般的松獅就是 不要隨便去摸牠 一般的松獅是不要隨便去摸牠 看到的時候不要隨便去摸牠 所以一般的松獅會很兇嗎 會 其實牠們個性是比較強悍的 那也比較固執 是 比較固執比較強悍 那另外牠就不喜歡給人家碰 牠不喜歡給人家碰嗎 不喜歡讓人家摸 這樣你去鬥牠弄牠覺得 就是沒禮貌的 是沒禮貌 所以算是自尊心很強的一種狗狗 對 自我意識是比較強的 那當然會有可能會兇的機會是高的 可是歐陸牠是蠻特別的啦 對 真的很特別 牠有時候會有一點緊張 但牠卻是跟人是很親近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告訴大家 關於鬆弛了一些小秘密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秘密就是 聽說牠是超級大胃王 非常非常非常的貪吃 對 媽媽牠很貪吃嗎 牠很貪吃 牠貪吃到就是如果牠今天在睡覺 或是在家裡任何一個角落 牠只要聽到碗 飼料桶 或是零食袋的聲音 牠就會蹦起來 然後就是狂奔到 對 然後就會蹦到我們旁邊 然後就是坐好 瞬間移動坐好 媽媽吃飯 吃乾淨 在睡覺的時候也是嗎 在睡覺的時候也是 不管牠在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 牠在上廁所的時候也會衝過來 這個倒還沒試過 這個還沒有試過 這種感覺就是天塌下來 先吃再說 這麼貪吃啊 是所有的松屍狗狗都這個樣子嗎 還是 其實呢 因為牠 你可以看牠是很強壯的 對 牠很壯 因為牠今天剛好剃毛 大家可以看到牠 就是算是很壯碩的體型 所以牠需要的營養其實是 要比較高的 那相對的當然牠就要多吃 所以基本上它基因裡面的確有 是基因 好特別 媽媽家裡還有另外一隻狗狗嗎 有另外一隻是混種 就米克斯 所以牠是弟弟嘛對不對 牠是弟弟 牠會跟哥哥搶東西吃嗎 因為牠這麼愛吃的話 不會 牠都會讓哥哥 因為東西我們都是先給哥哥吃 所以哥哥吃完 如果哥哥吃了然後牠就會在那邊看著 哥哥的體型比較大 比較小 比較小 所以牠很有禮貌 一般是這樣 當然先進家裡的階級地位比較高 可是體型大的地位也高 那牠體型比較大 牠其實可以不用讓哥哥 因為如果真的打起來 哥哥一定不是對手 對 但是牠卻會讓哥哥先吃 所以可以知道牠是非常愛好和平的 旁邊那位是哥哥嗎 照片上這個 對 那是哥哥 哥哥也看 這牠小時候嗎 露露小時候 對 那是露露剛剛回家的時候 所以就比牠小 超級開 所以哥哥就是那個尺寸不會再長大 哥哥就是那個尺寸 所以牠真的很讓哥哥 因為如果哥哥一直吃那個尺寸 其實黑露露超大 而且你從這個照片看 牠還會往旁邊偏一點 牠比較靠哥哥太近 有一點點怕 就是要保持距離 對 保持距離 不要靠太近 好可愛喔 好 其實呢 你知道我今天為了測驗這個貪吃鬼呢 我這邊有準備一包 牠已經聽見了 聽到聲音 你看 牠已經聽見了 我話都還沒講完 我說我有準備一包零食 然後來給牠吃到飽嗎 呃 也不是 我想要看看牠有多愛吃 我們先拿一根試試看好了 阿露 阿露 你有愛吃嗎 那邊 那邊 但是應該也有鐵碗的聲音 平常在家也是用碗嘛 碗 其實牠如果聽到塑膠袋啊 袋子啊 就會有感覺 還是剛剛已經吃飽了 阿露 好好好 阿露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阿露 這什麼 開始出現狗狗狗的聲音 牠後面連我的手都吃掉啊 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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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好可愛喔 你們有看到牠臉嗎 牠好像熊熊喔 對 大熊熊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要注意的 因為牠們看起來實在是太可愛 對啊 超級可愛的 你忍不住就很想去摸牠跟抱牠 而且牠的嘴巴這邊 算是比較寬齁 很肉 比較特別比較圓 很像卡通 好好吃對不對 接下來啊 就是一個專為你準備的測驗了 對 這個測驗相當的殘酷齁 牠剛剛已經吃飽嘛 牠現在覺得這個零食很好吃 那現在這個零食 如果只有牠吃不到的話 會怎麼樣呢 阿露 阿露 這零食 這零食好好吃喔 你看 你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對不對 你看這個零食 來 你看一下 好好吃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喔 這個零食是給熊爸吃的喔 哇 好好吃喔 哇 怎麼那麼好吃啊 欸 這個零食不是給你的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喔 姐姐有一整包 這個零食現在要給媽媽吃 好好吃喔 哇 對不對 哇 好想吃 真的蠻殘酷的感覺 我們現場今天來了很多人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五春 有有有 五春 我已經在餵五春吃了 阿露 你看這是什麼 阿露 你看這是什麼 你看這是什麼 五春也有喔 有有有有 五春這裡這裡 五春也有 你看五春也有吃 還有 我也有耶 我跟你講你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欸 我覺得我跟你講 我必須要跟大家澄清 這春夜絕對不是我設計的 可是他的臉真的太可愛了 對不對 他超想吃的耶 對 他在 已經在試好了 腳已經伸上去了 你看看他熟熟 好好好 我們不要欺負他了 我們給他吃 我看 超級可愛的 他真的很愛吃耶 他那個臉 永不放棄 沒有了 沒有了 五春吃得好優秀喔 對 五春也很愛吃 有 五春好不好吃 好吃 好好吃 超級可愛 其實小朋友看到吃的 應該都無法抵抗對不對 嗯 無法 而且他是很本能的就是 我要吃我要吃 因為這看起來他們就是有 有稍微訓練過 所以他會知道找媽媽 然後還要做好 對耶 他剛剛沒有要鋪上來 對 要大吃的意思耶 雖然他愛吃但是還是很有禮貌 對啊 所以他雖然很貪吃 不會有那種虛矩的舉動 對不會直接鋪上去 他不會有這種 他不會 是有刻意教嗎 他以前就剛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養蟲 所以也會擔心他 所以就有上過課 所以他就是大部分都 在規矩的範圍內 對 那他一天是不能吃太多零食對不對 一定要控制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現在也滿胖的 已經有一點 沒有腰身了 因為現在毛都剃掉了 我上次有學到 好像這樣子是有一點點過胖對不對 對 就是說要有腰身 對 介紹大家看一下 上次有一個小教室是這樣子的 就如果看不到腰身的話 對 而且要可以摸得到肋骨 對 要摸到肋骨 所以他現在中間 中間這部分是比較圓的 應該也摸不太到肋骨 摸不到 其實是有一點點過胖 一點點啦 但還可以對不對 但這樣的話就會對他的關節 對 他的承受就比較會有問題 所以一定要控制 中施也會有關節上的問題嗎 有 其實他們的髋關節 你看他後腳其實他非常直 他們還是有關節或者是膝蓋的問題 對 你們看他的後腳 對 只要是大型犬 好像都會有類似這樣子 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在吃的方面 可能大家會注意一下 就如果說你們家的狗狗 看我們五春就算標準身材 我們來看一下五春的身材 就五春是迷你貴賓啦 對 但是五春就雖然很小隻 但是比例算是不錯 就是他是有腰的 對 他有腰身這樣子 五春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沒事 但是像模特兒借大家看一下這樣 沒有 他還一直在找吃 喔 他還要吃 他還在找吃的 今天那小朋友是怎樣 都走一個貪吃的路線 對 但是五春他愛吃 不是他真的身體愛吃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他媽媽 他主人有做訓練 那所以他對於這個所謂的 表現的欲望很高 他想要表演 對 這個是獎勵 所以他喜歡獎勵的感覺很多 所以也不要誤會他就是多貪吃 對 我們之前 來 五春你的那個名牌掉了 五春名牌掉了 我想要請問一下 他是不是平常其實算是懶懶的 就是比較愛休息啊 always都趴著嗎 幾乎他能趴著就不會坐著 這樣算是趴著嗎 對不對 對耶 從剛剛進來到現在 我們看他幾乎都是維持一個 趴著的 是天性使然嗎 基本上第一個他會這樣趴 你可以看到 他整個身體都貼在地上 對 全部放鬆的感覺 對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比較涼快 比較涼快 這種狗他其實相當的怕熱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他也不能隨意的亂動 我們說他懶也不太對 因為他真的要工作 他真的要玩 他一樣是可以很認真的玩 工作 對 但是他要把他的精神精力 要保留起來 留在適當的地方 需要發揮的時候 對 他同樣要動的時候 他消耗的這個體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變成他要隨時就要休息 因為又很怕熱 所以又不能亂動 那這樣趴著的時候 他就可以好好的保持他的這個精神精力 真的要玩 要做事的時候 他就是很有精神 我想請問一下熊爸 因為熊露露現在他一直在吐舌頭 是不是就是在散熱嗎 比較熱 當然跟情緒有一些關係 因為他是屬於 還是鼻子是比較短的 鼻子比較短的呢 基本上他是比較容易有中暑的可能性 對耶他的鼻子的部分 就是略短一些些 尤其他現在毛是剃掉了 不然他就是整身毛膨的 那真的是 又他黑色的 像這種黑色的要很小心 這個太陽光一曬個十分鐘 出去玩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對 所以剃毛對散熱是有幫助的嗎 還是 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還是有用 一點點啦 一點點 還是要開冷氣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攝影棚裡面滿涼的 所以我想說 哇 他還會覺得熱 所以在照顧上媽媽 真的是滿費心的耶 真的要注意很多很多地方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媽媽 就是他除了可以趴著 就不會坐著之外 他還有什麼懶到讓你覺得 天啊 你這小子怎麼這麼懶的行為 就是他有時候玩玩具 如果他這樣趴著玩 可能骨頭搖一搖 然後就飛到旁邊 可能就是在他的這一邊 很近的位置 很近的位置 然後他可能拿不到 然後他就會就是 看著我然後哭兩聲 然後看看他的玩具 就說那你幫我拿 你有公主病嗎 哈囉少爺 對 所以有時候也是在前面 我們可能就是 腳要踢一下 不是 我覺得 剛剛真的講得很好 我不是懶 我只是不想動 反正我哭兩聲 媽媽就會幫我拿了 媽媽有帶玩具來對不對 有有 哪一個 這三個都是他的 他最喜歡的是哪一個玩具 通常他喜歡這個 喜歡這個 從小就一起一起玩 小狗娃娃 從小就一起玩的好朋友 好好玩喔 在這邊 你要不要跟他玩 對 他是滑步過去的 他這樣子 滑過去 再把它放遠一點 看他是不是用爬過去的 你的好朋友在這裡喔 太遠了啦 我不要 你的好朋友在這裡 怎麼會這樣 那如果所有的好朋友 都在這個地方 來 我們看一下 好好玩喔 是球球欸 他們在這邊等你喔 你有看 有一點 他感覺很心 太誇張了吧 他前面還猶豫很久 對 他還在那邊 摸不到 摸不到 好好好 摸到了 好棒 好棒喔 怎麼會這麼懶啊 那如果說 這樣子 來 球球在這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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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會撿 對 還會 還算很近對不對 很近 算很近 那我們再遠一點 可是因為媽媽現在有千繩 馬姨可以 我可以 來 GO 喔 露露 來 球球 喔 球球跑走了 What What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他真的很 他說我真的不太想動啊 我好傻眼喔 我第一次看到 欸 阿球咧 沒有阿帶球 沒有阿帶球回來 怎麼會這樣 哈囉 你們好 你們好 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武春喔 武春你不要太友善了 他算是膽子很小的狗狗啦 所以現在是展現友善的一面 來 露露 其實像這樣太近的時候 對武春會覺得他不禮貌 對 因為武春比較小隻 可能會覺得 唉唷 這有壓力 可是黑露露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對 看他樣子就很憨啦 對 他樣子就是 嘿 你好啊 所以他也不知道 有的狗如果真的生氣 可能就會兇他 喔 真的 我去把那個球球撿回來 因為他剛剛沒有撿 就會這樣 等我一下喔 你有看到他剛剛走過去 整個是一個龜宿耶 這是你的玩具耶 你不要你的玩具了嗎 怎麼這麼 有 他要 他要 你要是不是 好好 有意思 他超級可愛的 是所有的松屍都這樣嗎 我跟你說 他真的很特別 尤其你剛剛說 好可愛就這樣摸他 你知道多少松屍 他是不讓人家這樣碰的 喔 你中午的手就會不見 不是不見 他不一定會真的會咬你 可是他會閃開的機會比較高 比較大 對 因為他真的不太讓人家去碰他的 所以表示他從小 大概都有接觸很多的人 然後也對人的印象是很好 他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長大 所以他對人的感覺是好 就覺得大家都是好人 媽媽他在室內玩這麼懶惰 他出去玩也是這樣嗎 對 出去玩大概是怎樣的狀態 因為我們平常因為上班 所以比較少大家出門散步 是 但是如果我們有出去開車 他如果玩得太累 然後他在車上他可能就趴好 他就不願意下車 就是你要把他扛 扛下車 小時候還好現在長大比較壯 還要把他扛下車 所以他在車上有一個表情 快點快 快點來抱我是這樣嗎 媽媽來抱我 我絕對不會自己起來下車的 我的轎子咧 請讓我去 怎麼會這樣 他坐都不會坐起來 就是怕好 天啊 他現在幾公斤大概有量過嗎 24 25 你來扛一下吧 我跟你講 雖然他好像24 25 好像覺得好像不是真的多重 可是他是你知道那個叫材伯 就是很紮實的 對 好特別 我抱他會咬我啊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Ru 我先拿零食跟他做一下好朋友 Ru 這先給你吃 阿姐姐等一下要抱你 可以喔 我手指差點不見 我可以抱抱他齁 可以嗎 他不會 試試看 要去哪裡 要等他吃完嗎 沒關係你就把他帶過來抱他 我看看 他會怕是不是 從側邊 他好像會怕 因為我剛剛 像這樣子 你還要去是不是 從側邊 你從正面從側邊抱 好 我試試看 我一這樣子他就 這樣是很興奮的意思嗎 有一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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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們抓他25公斤就好了 我就是你們知道上禮拜來錄影的時候 武春坐在我腿上我都不敢動 我就是大家好 他是我老闆武春 然後我完全不敢動 你知道嗎 可是我跟你說他就是武春就會欺負你 因為他知道你怎麼不敢動 我就是那種很容易被小鐘欺負的人類 那媽媽平常都怎麼跟 歐魯你在偷吃我零食喔 媽媽平常都怎麼跟歐魯魯玩遊戲啊 就是玩一些玩具啊 丟球啊 可是他都不撿回來耶 他在家裡比較 在家裡比較 他喜歡用踢的嗎 對他會自己踢球 真的假的 就是他自己會用他的手然後去撞回來 然後去 自己去追 對自己播球自己玩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要不要試試看 他現在去探險了 對這個環境很好奇 不過真的要講 像這種 他的體型的關係啊 最好真的不要急跑急衝 對耶 太容易受傷 因為他真的比較沉重 你看他走起路來 其實感覺就有點負擔的感覺 滿奇妙的 他是不是算是護衛犬啊 他其實是 他這種狗呢 我剛好講過 他本來是不太喜歡人家去碰他 對 那另外呢 他其實個性是滿孤僻的 真的假的 對為什麼他不讓人家碰 因為他對很多人 他對人不是有興趣的 那當然他也比較敏感 他也會警戒 尤其呢 他們的區域性是很強 領域性很強 對 不能太靠近 不要侵犯他 其實像過去國內有很多 真的不小心被送屍咬傷的案例 真的喔 那都是這些人看得很可愛 然後就直接靠近 就沒有對他保持一個距離 或是沒理好亂弄 對 他會兇的 所以他們是可以做這個 警戒跟戶外的工作 你自己想想看啦 就是我不認識你 然後你突然伸手這樣 欸 金妮你好可愛喔 我一定會 欸 你幹嘛 就是一個尊重啦 就是你對動物也要稍微 就是先示意一下 問一下主人啊 問問他本人啊 可不可以摸摸 如果他看起來不太願意 就不要強迫他 是 哇 那像他這樣子 這麼這麼的不愛動 我們就不講懶鬥好了 這麼的不愛動 那平常要怎麼引用他們玩啊 因為還是需要一點點的運動 其實每一隻狗都有他真的 特別興趣會喜歡的啦 但是像我們可以就問歐魯馬嗎 他平常在家裡就玩球 玩球自己玩 還要玩什麼 都會跟他玩什麼 毛巾 他喜歡毛巾 喔 喜歡毛巾喔 是那種有點拉扯的那個遊戲嗎 對 或是鬥牛 鬥牛喔 拿那個毛巾的 咳咳咳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一個案例啊 就一樣我們要教狗 可以跟主人玩這個 玩這個拔河的遊戲 結果呢 拿繩子也不要 拿毛巾也不要 最後拿什麼呢 拿阿公的內衣 阿公的內衣 他最喜歡阿公的內衣 那個白色的汗衫 對對對 拿出來 咬得就很開心了這樣 欸 來來來 我們有毛巾了 阿公的 阿公的 阿龍 阿龍 你要玩鬥牛嗎 你要不要鬥牛 他感覺想玩的耶 要怎麼玩 媽媽都怎麼跟他玩 就是跟你剛剛那樣差不多 有時候就會直接把他蓋起來 直接把他蓋起來 喔 直接把他蓋起來喔 有有有有有 感覺很特別 他就會稍微這樣咬一下 你看 你看 可愛 超可愛的 可以再看一下嗎 阿龍 你才到了 你才到了 阿龍 才到了 阿龍喜歡耶 所以你看 我們沒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一定玩什麼 他會玩 對 媽媽只要你花心思在狗狗身上 你就會知道他 他喜歡玩什麼 對 好可愛喔 所以這個真的是專屬他們家的活動 對 就是你要平常自己跟他相處 跟其他小朋友相處 是 你才知道他可以玩什麼 適合玩什麼 所以不要說我家的狗都好懶得不想動 因為常講真的不好玩就不想動 對 主要是一個互動啦 你讓狗狗就是小朋友跟你有互動 建立那個親密度跟信任度 是 累了 怎麼會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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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蓋起來 你蓋起來他可能真的連起來都不想起來 他等一下互動不動啊 所以我們這一集接下來就這樣嗎 對 好可愛喔 好特別喔 因為他動一下真的他會覺得 我實在動太久了 對 他的一下子就跟一世紀一樣久 對 雖然我們看起來可能是一個很普通的遊戲 是 對 但是你在一直跟他玩的過程中 就可以得到你們之間的樂趣 所以你看 我們來看這五春好了 五春 五春來 五春算是很會互動的狗狗 像這樣狗 我跟你講 他真的我們錄一小時兩小時 他可能怎麼玩都不會累的 好 名牌掉了 名牌掉到手手上了 好 這個五春的牌子我們先黏旁邊好了 我們需要給他一些 你看 五春馬上就很有興趣要玩耶 他剛剛吃零食 來 這邊還有 這裡 這裡 都沒有下指令 他就會自己做一些事情 好棒喔 對 你可以看他動作 他身形就是相當靈活的 對 不是像這樣就覺得很笨重心 沒有 是個性的關係還是體型的關係 其實身材的影響是真的滿大的 身材的影響真的有差 你看他可能兩三公斤而已 所以他很輕盈 他怎麼跑都沒關係 你看他現在其實很想來 他現在連轉身都不想轉 他完全不想動 不想轉 好妙喔 剛剛他看到五春以後 其實很想去的 還哭 現在看一看 你看 他已經玩累 他覺得我今天已經剪球了 他又玩毛巾了 差不多了 而且我人已經在攝影棚 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事 怎麼還沒有下班 你知道 太快了吧 好奇妙喔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耶 而且因為他這麼萌 他光是坐著都不用動 就已經很萌了 他平常會有什麼 撒嬌的舉動嗎 除了要食物之外 他還有就是我們回家的時候 他比較會 然後就是會一直這樣跳 他不會撲人 但他會就是一直跳 原地跳嗎 原地跳 然後他就是摸摸摸摸完 他就整個人會靠在你的腿上 層層 就是所有的重量 都這樣子靠著你 然後你就是摸摸摸 撒嬌 所以這滿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他好像很淡定 對 就是我現在就是要趴著 對 可是他其實在家裡 是會有表示的耶 他人前人後 是兩件事情耶 真的 怎麼會這樣 那他還有什麼事情 是我們現在看不到的 要東西吃 要東西吃的時候 他最喜歡吃什麼 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真的假的 什麼都吃 他沒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嗎 他沒有什麼不吃的 就都愛 只要是吃的 只要是吃的都愛 不想請問一個熊吧 像這樣子的狗狗 一天適合吃多少東西啊 其實一樣 我們希望他可能是吃 大概一到兩餐 一到兩餐就好了 對 因為他真的是 易胖的體質 因為他不是真的吃一吃 然後就可以把他的這個 熱量代謝掉 消耗掉 那一般我們會可能他的 餐的這個兩餐 但是他的量是會 少一點點 所以大家在吃上面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黑露露人前人後兩個樣的影片囉 他剛剛是哭哭要的東西耶 對 好可愛喔 因為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你看他本人就會覺得 喔 感覺空無有力 其實他本來是 他是很獨立的狗種 那在外面呢 他也不見得會理人 他就自己玩自己 但感覺他好像很獨立 可是回到家裡呢 他卻是很會撒嬌 對 還會又哭啊 媽媽 我要吃 媽媽給我吃 好特別喔 因為我真的對宗師 有太多不懂的地方了 所以今天算是揭開了他兩個秘密耶 就是剛剛的第一項 跟現在的 人前人後兩個樣 我覺得好特別喔 因為真的很可愛耶 你看不出來他會是這個樣子 感覺要睡 哈囉 現在是要睡覺了嗎 差不多 我們這個攝影棚非常非常的好睡 因為就是以往 有很多的朋友們來到我們的現場 就是直接睡翻 其實你也不是第一人啦 你可以安心的睡 對 這是他自己的貝貝嗎 還是我們的貝貝 你們的 是我們的貝貝 好 那我們製作人說 這個貝貝可以送給你了 那媽媽他還有什麼 平常撒嬌的很可愛的舉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像這樣 他常常會就是原地不動嘛 然後他就是想要你去摸 但是他也是因為懶 不動 然後他會用很深情的眼神 然後看著你 然後就說那你過來摸我 犯規的眼神 用眼神指揮就一直這樣 犯規的 媽 我在這喔 對 媽 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很可愛 那種眼神都是眼睛圓圓的這樣 對 對 真的很 怎麼會這個樣子讓你一直 有一個需求跟需要 楊安婷說光溜溜還是好黑 Cute 因為之前我看過有很多 比較黑的狗狗或貓貓 就剃完毛之後裡面是白的 對 但是如果剃完之後還是黑的 還是黑的 對 很可愛耶 不過像這個啊 剃毛啊 一般我們比如說像現在夏天到了 我們順便講 他可能會把毛剃掉 但是都建議不要直接剃得太短 不要剃得太短 為什麼 對 直接剃光的時候 他的皮膚可能會直接接觸到外界的環境 會刺激對不對 那有可能會過敏這樣 所以大概還是留一些些會好一點 留一些些 對 就是還是要看得到毛 就讓他舒服一點 是 對 但是還是要留一點點這樣子 欸 媽媽 他既然這麼愛撒嬌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 欸 不是你啦 你去找熊把 他已經回頭了 這是媽媽的 媽媽你可不可以幫我試試看 就是他很想吃 然後你又故意不給他 我想看他撒嬌 用撈的 真的是 他用撈的 這個耍賴是哪一招 這是什麼招數 這是什麼招數 你要坐下嗎 欸 他完全用撈的欸 所以喔嚕嚕嚕的嚕嚕是這樣來嗎 是這樣嚕 唉唷 他想吃喔 媽咪給我 媽咪給我 欸 他其實算是 有做出特別的表現 因為他可以趴著 絕不會坐著 但他現在已經坐著了 坐著 媽媽拜託 不給 媽拜託啦 媽今天好漂亮喔 媽我最可愛的媽給我吃一口 求你啦 對 對他會撐 求你 媽媽 媽一口 媽先一口就好 喔好吃好吃好吃 喔好吃 媽你真的好漂亮喔 欸媽媽 媽媽拜託 喔好吃好吃 好可愛喔 媽媽她會握手嗎 會啊 那你可以試試看嗎 握握手手 握手 握手 這麼懶惰的歐嚕嚕嚕去啊 又意味了 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換一隻 這隻就好了 不要換 媽這隻就好了 另外一隻 還有欸 還有欸 另外一隻 媽你好漂亮喔 好快好快 媽你真的好美喔 喔喔喔喔喔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看她吃東西是很激動的 對啊 她真的是對吃相當的執著耶 好了好了好了 沒關係我全部給她吃好了 我就是那種 都給她吃 看到這樣就捨不得了 對啊 我只要看到她的眼神 我就捨不得 我一定整包給她 來 嚕嚕領獎品喔 她去了 所以搞不好媽媽也是這樣 她身體怎麼那麼寬呢 真的欸 媽媽也有教她 坐下握手之類的態度 有有有 她有會別的嗎 沒有她就最簡單 就是想說她不用學那麼多 快樂就好 太近了 不用學這麼多 快樂就好 對啦也是喔 會急招接哈雷對不對 你們看她的臉 她現在還想吃耶 你們看可不可愛 你看 唉唷 你有聞到吃了對不對 她真的好萌喔 而且感覺刷傷力是零耶 對 一般來講不是這樣對不對 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說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說 對 正確的 正常的松屍犬 她其實也不是不正常 因為我們才 特別還是 是邀請歐嚕嚕來 不然的話 一般的話可能沒有辦法講 我們可能會沒有辦法控制她 因為其實算是 她算是守門狗嗎 她就是可以做護衛 護衛 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狩獵 狩獵 可以請問一下一般的松屍犬 他們通常都會做一些什麼樣的工作 其實呢 有一個事情 這個是很古早的狗種 真的喔 但是當初松屍真的不是拿來工作的 真的假的 她原本是 拿來吃的 為什麼 不知道 為什麼 她是以前的 以前的年代啦 對 以前 現在已經不是以前了 我們不需要 所以後來才因為我們 變成寵物犬的時候呢 是 才會開始觀察她的個性跟性格 不然你以外型來說 你想想看她跟其他狗比起來 對 如果真的是 這個所謂的肉犬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對 肉滿多的 是 真的 對 原來是這樣子 不要這樣 狗狗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不行 對 狗狗很冷靜的話 可以怎樣讓牠撒嬌呢 對啊 如果狗狗看起來超淡定 你為什麼要一直往我的腳腳 狗狗如果看起來很淡定的話 我們要怎麼讓牠撒嬌 其實為什麼牠會撒嬌 表示第一個 牠有一些 對你有一些需求跟需要 對 那如果牠對你沒有需求跟需要 牠就不會去做撒嬌的動作 牠不會去想要去得到你的關注 對 那當然很簡單 你會不會吃我的腳趾 如果你跟狗狗的關係 跟感情很好 牠自然就會跟你撒嬌 所以你問烏魯媽媽 你有特別叫牠撒嬌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從小帶到大 對 牠就會自己會去撒嬌 來 我們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安雅 牠說 上次有問過您 問過熊爸 所以我家的毛小孩 看到電視有狗狗 或是有四隻腳的動物就會生氣 對電視腳要衝過去 那您說給牠多看就不會了 可是試過很多次還是要無法控制你 怎麼辦呢 要怎麼處理呢 其實因為不是每一隻狗都會看電視的 你看牠們都不會去理電視 對 因為電視裡看到的東西 跟牠實際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對 那我還是講就是說牠的習慣 或者是說 過去有一些刺激 比如牠這樣凶 或對電視叫的時候 主人可能反應很大 喔 牠喜歡這個主人的反應嗎 對 其實像這樣很簡單 你就把牠帶到旁邊來 然後安撫牠 乖乖 對 乖乖 這樣慢慢的做練習 如果再不行 是不是就把電視丟掉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 我先練習看看這個 因為這個電視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就盡量是平靜的態度來對待牠 對 因為之前我有聽過 就是熊爸之前也是講 如果說你對一件事情感到很激動的話 你的狗狗可能就會覺得很興奮 對 不論是電視這件事情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你就保持一個淡定的態度 那一般可能電視的聲音影響會大 所以我會建議牠練習的時候 可以先把聲音先關掉 就放電視 不要有聲音 只有畫面 對 讓牠看看 或是聲音切小聲一點這樣子 對 也有可能是電視太大聲 然後時間不要太長 時間不要太長 是不是電視開太大聲 然後獅子一出來就 因為對牠來講 牠會覺得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 就是一個陌生 這是什麼 的感覺 可以試試看啦 就是不要有太大的反應 然後把牠帶到旁邊安撫牠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媽媽 牠平常睡覺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牠平常睡覺的打呼非常大聲 打呼很大聲 牠現在幾乎沒什麼聲音耶 打呼怎麼會很大聲 其實剛剛已經有聽到牠 因為牠的鼻子比較短 所以牠在喚氣的時候 聲音是比較大的 大聲的 是不是有打呼的影片可以給大家看 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露露打呼的影片 好可愛喔 你睡覺的時候是大天使 因為滿大隻的 好可愛喔 如果網友有什麼 對松詩犬想要更仔細的了解的問題的話 就可以在旁邊提問 我們會回答你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我來看看 痘痘有一個問題 牠說請問狗公一直舔人 該怎麼讓牠適可而止 一直舔人是喜歡你的意思嗎 好 其實牠們在討好對方 不管是狗或人的時候 牠會去舔牠的下巴 這邊 對 嘴巴會下巴 那當然因為我們吃東西 我們嘴巴有一些味道 對 或我們的臉有一些味道 所以牠在討好人的時候 會這樣去舔 其實很簡單 你不要給牠舔就好 不要給牠舔 為什麼 但是牠就喜歡你啊 不是 你想想看 牠要怎麼樣可以舔到你的臉 抱起來 當我們人都站起來的時候 牠根本是舔不到的 對 我們就站起來就好了 所以你一定是抱著 或是靠近牠才會去舔 所以當牠如果這樣去舔 那我們就是把牠臉離開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的話就 對 或是把牠放下去 保持一點距離這樣 這樣牠就知道 你不喜歡牠這樣舔 牠就會減少這次 我之前真的教過一隻貴賓 他超愛舔主人 他為了這個主人 因為他很愛舔主人要上課 所以牠舔成這樣 我說你示範一下給我看 牠就把小狗抱起來狂舔 然後媽媽就 欸 討厭啊 你不要舔啊 媽媽搞不好就在其中吧 你說牠舔得超開心 然後一臉就是 熊爸你看我媽超愛我舔的 那我就跟他說 你就不要讓牠舔就好啦 他說可是我會覺得 牠這樣心裡會受挫 對 我會覺得 主人會這樣覺得 會不會喜歡牠 所以其實你不喜歡 你就很直接的拒絕牠這樣想 不用想太多 其實牠們也是很直接的小朋友 對 但是像你這樣的 反應不清楚的時候 牠很可能誤會覺得 你喜歡牠舔 對 所以下次就可以 保持一點距離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 吳小姐的問題 牠說我們家的鬆弒會一直流口水 下巴都會一直呈現很濕的狀態 但牠又不容易讓我擦乾或帶口水筋 請問該怎麼辦呢 對 我剛好發現 牠這邊真的蠻容易濕濕的 你看喔 同樣的時間喔 我們看看 五春 五春 好 我們看看五春 五春 他完全沒有 他完全沒有哈哈哈哈 沒有流口水 對 對 因為牠 不像牠這麼樣的怕熱 對 所以牠在換氣的時候 散熱牠當然就會有口水 對 會有蒸氣之類的 口水會跑出來 沒有辦法避免的 唯一就是幫牠擦 但牠說不願意擦 但牠說不能擦 所以變成牠要花一點時間 練習讓狗狗可以讓牠痛 習慣這件事情 對 媽媽會幫歐嚕嚕擦口水嗎 會 會 因為如果不擦 是不是比較容易長濕疹 或什麼之類的 一定啊 濕濕的一定是這樣 濕濕的比較容易長細靜 媽媽妳當初是多大 還是幫牠做練習嗎 小時候的時候 因為牠也會流眼淚 那就是先用 我們是先用那個廚房紙巾 就是稍微洗 但是碰到一下 我們就放開 就是讓牠習慣紙巾的感覺 媽媽講的重點 碰一下就離開 就不要讓牠覺得 哎呀 討厭 不喜歡 什麼東西先不要弄喔 對 就弄一下就離開 那媽媽可以示範一下 如果像歐嚕嚕現在這邊有口水的話 我們要怎麼幫牠擦啊 媽媽OK嗎 OK沒關係 我借一下毛巾 就直接就是幫牠這樣子 牠現在是已經很習慣了 所以我怎麼擦都很OK 其實尤其對這個很重要 就是牠們身上有很多皺褶 對 像沙比亞很多皺褶 這些皺褶常常都是會 塞髒東西的 有些草物納垢之類的 所以常常都要幫牠擦 對 所以你可能還是得 就是練習一下 讓你們家的小朋友習慣 擦嘴嘴 擦眼屎之類的事情 不然就是牠可能久了也比較容易生病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還是拿零食 最簡單的方式還是拿零食 對 比如說我們要對牠做訓練 這邊 來 我們看一下 就零食要吃的時候 對 好乖 就這樣很簡單 對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先拿五川做示範 這是我們今天的示範 示範員 在吃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幫牠擦 好棒喔 就這樣很簡單 也是擦一下擦一下就可以了 好棒喔 這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方法 好乖 這樣幫牠擦擦這樣 算是有點分散牠的注意力 對 就讓牠覺得 這個感覺是好的 就是不會討厭這件事情 覺得我擦嘴嘴 擦眼睛的時候 還有好處 如果你的狗有一點年紀的話 就是你的進度可能就是要慢一點 慢慢來不要急 可能就是碰一下 碰一下吃一顆東西 碰一下吃一個零食這樣 因為牠原本是不習慣這件事情 你真的是得花一點心思 讓牠喜歡 因為這是對牠好的事情 也避免後續有生病之類的問題 其實像貴賓也是都要擦 因為牠們嘴巴都是毛 牠喝完水以後 都是髒髒的 也是需要去幫牠擦 對 就是如果旁邊毛 真的比較多的話 我們還是要花一點心思照顧一下 謝謝你的示範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揭開 松詩的另外一個秘密了 牠非常非常的忠心 牠的心只屬於牠的媽媽 是這樣嗎 媽媽 還好 但妳算很忠心吧 外人叫著走嗎 對 外人叫著走嗎 很想知道 牠剛剛有被牽著跑 就被別人牽著就走了 牽著不算啦 牽著牠不願意也是被牽著 那平常對牠 我說如果人家叫牠 牠會跟人家走嗎 還沒有事故 但是牠看到就是 比如說我們帶牠去洗澡 如果牠熟悉的那個美容師 一叫牠就看到愛人了 牠就看到愛人了 因為是認識的嗎 因為這種 如果要有以前會拿來當 所謂的警戒護衛權的話 基本上牠應該是比較不會跟 不要理任何人 或是很走的 對 牠就會是比較忠心的這樣子 但是牠看到美容師 牠就把美容師當自己人了吧 對不對 因為幫牠洗澡招什麼什麼之類的 欸 媽媽 我跟你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如果我們兩個同事餵牠吃東西 我先給牠 牠會不會跟我跑掉 好 我知道你會跟我跑了 這個我很選擇 我已經收服武春了 武春先去找熊拔好不好 來 姐姐要做實驗了 你先來這邊找熊拔 來 媽媽 這個給你 既然歐嚕嚕這麼愛吃 我們來看看歐嚕嚕會不會被我騙走 歐嚕 歐嚕好好吃喔 又在撲撲前進 又在用嚕的 歐嚕 歐嚕 歐嚕我也有喔 歐嚕我比較 你看 好好吃喔 歐嚕 你去 歐嚕 媽 我們一起 我們看牠會理誰 歐嚕 歐嚕 媽媽也有 我也有喔 歐嚕 歐嚕 怎麼辦 牠應該選比較近的 比較近的 牠算太遠了 歐嚕 歐嚕 歐嚕不行啊 歐嚕你不能這樣子啊 歐嚕 哇 糟糕了 被拐走了 有奶便是臉 這麼好騙的小孩 歐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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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在叫你啊 歐嚕 歐嚕 媽在叫你啊 歐嚕 歐嚕 我也有 歐嚕 媽媽也有啊 媽媽也有啊 哇 完了 這怎麼辦才好 當然因為我說歐嚕 牠其實蠻特別的啦 因為牠跟人是很好 但我真的要跟所有的朋友說 你的狗如果很容易就被人家牽走 牠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真的嗎 這樣是很好的事情 表示在牠的世界裡 大家都是好 沒有壞人 對 大家都是好人 這隻狗的壓力一定比較小 但是你的狗 別人一牽牠就不願意走 那基本上 牠其實對人 牠就是有所謂的距離感 牠是會害怕的 那因此很多人都說 熊爸我家的狗 誰叫就跟誰就走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很好在這麼串 被人家拐走怎麼辦 不是 那個問題是 這就是自己的孩子啊 你想想看 我要把歐嚕嚕拐走 歐嚕嚕媽媽 她會同意嗎 絕對不會啦 她一定在旁邊看著嘛 對 所以你自己的小孩一定要顧好啊 你不能說 那這樣壞人來就把牠牽走 你不顧好才會被牽走 懂我講的意思嗎 但是那種人家要牽牠牠牠要走的 他其實一定會有其他的問題 其實各有各的好啦 因為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都希望 我們狗狗是開心 因為牠不需要再做 所謂的警戒的工作 那當然是誰來 牠都是覺得是好朋友 這是好 就是表示這個世界 是很安全又快樂 對 不過過去啊 真的有這個案例 就是因為這個松是太可愛了 所以常常會被人家偷抱走 偷抱走的這個機會是很高的 這個這麼重要 怎麼偷抱走啊 小時候啊 小時候實在太可愛了 對 好 OK 我們現在來看看網友們的留言 這邊有一位 餵 餵 是餵小姐嗎 他說熊巴 我有一個問題 我在外一個人租屋 養了一隻貴賓 我一離開 無論多久 牠都會一直叫 我試了很多方法 進門出門都先不理牠 出門也準備很多玩具給牠玩 但裝了攝影機 每個一兩個小時會叫 我很困擾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 防止兒子叫嗎 其實這個當然可以知道就是說 牠跟主人是很黏的 就這樣問 你去上班出去的時候 牠會在家裡叫嗎 不會 不會 欸 可是牠這麼黏你耶 對 但是牠出門 就是牠會歪著頭 說牠你要出門了 你要出門了 對 因為主人就是你正常的情況 我就是出門 回來就是回來 對 那不要做一些過多的反應或擔心 那當然我還是要講 牠們的所謂的生活的休閒活動 是要好的 不然牠永遠的重心都在主人身上 所以主人一出去的時候 像天塌下來也是一樣 對 而且這樣對主人來說 壓力也會很大 對 所以你就正常的進行 正常的出門 然後多安排休閒活動 平常多讓牠出去玩之類的嗎 對 多出去走走啊 出去散步啊 然後在家裡跟牠玩遊戲啊 像這樣 牠才會不會牠所有的重心 都在主人身上 然後不要一回家就膩在一起 我剛好看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牠說 牠剛好也是發生在松屍身上 是彤彤 牠問說 我們家有一隻松屍叫做膠材 牠只要出門才會大小便 但是因為最近一直連續大雨嘛 沒辦法出門上廁所 然後在家裡又一直憋著 對 這問題要怎麼辦啊 如果牠在家都不上廁所 好 問大家一件事 我們剛剛來錄影 外面有沒有下雨 有 那妳有沒有來 有 妳會因為不下雨就不出門嗎 我會因為下雨 我如果是我還是會出門 所以意思就是還是要帶出去上廁所 因為下雨還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牠不會是說都是一定這麼大 一定可能會大或小 那我們還是挑時間帶牠出去 因為你家的狗已經告訴你 我要在外面上廁所 妳就配合牠 對 妳就帶牠出去 那真的下雨怎麼辦 我們就穿個雨衣 出去上廁所再回家擦一擦 喔 嚕嚕牠上廁所都在哪邊呢 牠都習慣在尿布 而且牠有點小戒品 家裡的尿布 對 戒品 牠已經習慣要用尿布這件事情了 因為牠從小就有教牠 牠在戶外 牠也是一樣會上廁所 對 因為我知道這個問題 其實蠻困擾一些 狗狗只在外面上廁所的家長 可是我要講 因為現在歐嚕嚕才一歲 我家的狗呢 當初也都在廁所 但到了兩歲之後 牠就不在家裡上了 為什麼 因為牠長大了 牠要出去上廁所 他自己的改變嗎 對 曾經我說我家的狗 二十幾個小時都能上廁所 因為淹大水不能上 所以牠就是還是等到外面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家的狗就是想在外面上廁所 對 牠的習性 牠就是一定要這樣的話 所以還是建議主人 雖然是下雨 但下雨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該出門還是要出門 對 正常的運作 那我偷偷 就是我實在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好忙好忙 我一個禮拜不在家 又沒有人可以幫我顧狗狗 牠該不會一個禮拜都要在家裡憋尿 牠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牠是有可能還是會亂上 但我們過去還是有案例 就真的不上 真的不上 真的就不上 天啊 沒辦法訓練牠 然後就生病 所以牠如果適合怎樣的生活 我覺得大家都互相配合 因為狗真的是愛乾淨的 真的是愛乾淨 狗狗真的是愛乾淨的 真的 你要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牠不會喜歡在牠生活 睡覺休息的地方上廁所 對 好吧 那童童就辛苦一點了 就挑一個 你看一下雨室差不多 就趕快趁機大家出去散步一下 上個廁所 因為牠的需要就是在外面上廁所 對 哇 剛剛我看好嚕嚕嚕起來 好像晃得很開心 牠是睡飽了嗎 可能是吃飽了 沒有 牠們這個其實恢復經歷還蠻快的 稍微休息一下 又可以再玩一下 好特別 牠就一段一段的 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 像這個狗會叫 說我有帶牠活動 運動不代表所有的休閒活動 運動不代表 對 牠運動 牠累了 牠一下有精神 牠一樣 牠休息一下 牠又可以再玩 所以要給牠安排不同的事情做 讓牠才可以好好在家裡休息 好 OK 你知道接下來這段時間是屬於你的 幹嘛 大家記不記得熊爸曾經拍過一個廣告 然後演了男主角 很久 很久 後來就發現 哇 熊爸非常非常會演戲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有一個小配海小劇場 就是小劇場就是熊爸負責演一個壞人 壞人 對 因為這個考驗 所以我們要考驗歐嚕嚕嚕對媽媽的忠誠度 剛剛要臨時沒辦法 那我們現在派出一個壞人來 這個壞人即將要攻擊媽媽了 蛤 攻擊 對 要搶媽媽的錢包了 唉唷 這個看起來很好欺負 我現在來搶你的錢包了 等一下 不要 我們如果真的這樣好 他只能嚇到緊張也不好 那我們可以類似 類似 比如說可能我講話或動作大一點 因為外面一定會有很多像這樣子的怪叔叔出現 對 怪叔叔 怪叔叔 好 現在熊爸飾演怪叔叔 他要對歐嚕嚕的媽媽做一些比較不禮貌的舉動 我們要看看 好可愛喔 你看歐嚕嚕嚕 有 有 這什麼 嗨 你好 你看他整個就跳起來 他是有反應的 對 以他的挽作程度 他有反應耶 所以他 其實他有 他有點緊張對不對 耶 媽媽 有 他有發出聲音 你們有聽到他哭哭的聲音 而且你看他就站在媽媽跟我的中間 擋住了 對 你剛剛不敢扮演 真的壞人是爸被他咬的 不是 我們真的不要故意去嚇他 對 因為他現在他的世界是最好的 雖然我們要做測試 但我們要在正規的情況下測試 對 正常的情況 對 不然等一下回去大家都再嚇狗 這樣真的不可能 對 沒有 我們剛剛只是想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是這種忠誠度很高的動作 你可以看 他剛剛玩具他還慢慢的爬 但我剛剛動作導演 他直接站起來耶 他這麼懶惰 他直接站起來 夾在胸巴跟媽媽的中間 而且你看到現在還來確定一下 對 確定他是不是壞人 對 沒錯 來檢查他 偵查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是忠誠的反應嗎 其實不是說忠誠 這是他的本能 本能 對 但是當然 狗狗很多做很多事情 主人都會把他想的是很貼心 對呀 你知道就是之前我哭哭的時候 我家的狗狗就會來 在我旁邊一直吻 甜 對 我就想說是 他是這時候表現了他對我的愛嗎 還是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你知道嗎 我常常在講課這樣 然後呢這個媽媽就有一些問題問我 對 對 那我很想要去解釋 那我曾經碰到一個爸爸會跟我說 是 熊爸妳就不要解釋 讓媽媽保有 保有這個幻想 保有這個感覺 保有這個幻想 所以是幻想嗎 其實沒有什麼 也不是說幻想啦 它不會是特別的有影響 但是基本上其實你哭 因為你樣子跟平常不同 對 所以他會來看看你 然後又會留一些東西 他去甜點看 這味道是什麼 但這個時候主人就會覺得很貼心嘛 那狗狗就會記得主人這個反應 下次你在哭哭的時候 他又會去甜 好特別喔 所以他其實 他也是有在對主人用心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還有什麼樣的行為 可以看得出 狗狗對爸爸媽媽是有忠誠度在的 其實我真的說 我們不用去特別做測試 不用特別測試 基本上狗狗一定很愛 其實你可以看 像剛剛真的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是 第一時間 媽媽是應該把牠牽到身邊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要告訴歐嚕嚕 我來處理就好 所以應該是要這樣子嗎 而不是覺得 狗衝上去兇人家 媽媽就 好高興 你看我家的狗都會保護我 告訴你喔 我家狗很兇 你不要過來喔 因為牠就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 如果你都把這些壓力由牠來面對 牠其實是壓力會很大 其實對健康也不太好 對 所以像這種情況 突然有人很熱情 跑來打招呼幹嘛 第一時間 一定先安撫自己的狗狗乖乖 然後把牠帶到旁邊來 告訴牠就是 我來處理就好 那牠永遠都會比較安心 永遠都會比較安心 對啦 就是因為現在的生活環境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peace的狀態 對 就不需要讓毛孩 承受一些無畏的壓力 我跟你講這是真的喔 因為現在還是有些主人會問我說 怎麼樣讓我家的狗會警戒 咦 其實沒這麼必要吧 牠說那這樣小偷來了怎麼辦 我告訴你如果 今天我是小偷 如果我知道你家的狗會警戒 我一定先想辦法把你狗弄不見了 對 我一定會在牠食物裡面放毒藥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讓牠去面對這些危險 你就讓牠安全的在家裡 當一隻很可愛的小孩這樣就好 對啊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替代嘛 就是保全啊 是 或者監視器等等的 對 就不用讓小生命去面對這些事情 對 沒錯 好 OK 我們這個網友啊 有一個問題是洪小姐 他說熊八路問題 我家養的是米克斯現在一歲半 只要我在床上睡覺休息 家中的爺爺靠近 米克斯就很生氣的警戒 而且會有想要背覺跟咬人的動作 咬人 但是現在時間都很乖 其實這個就跟剛剛的情況是很像的 對 我相信可能牠不在的時候 牠的狗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一樣我們就把這個跟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像松屍牠的區域性就很強 對 領域性很強 可是這個區域領域會因著環境的不同 有所改變 比如說牠剛剛說牠在房間在床上 牠在睡覺的時候 可是牠不在的時候 這個領域就不會出現 所以這時候就算家裡的這個 牠是爺爺進房間可能是沒事 但是當牠一在房間床上的時候 這個領域就會出現 那爺爺一進來牠就會去做驅趕 我要講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這樣怎麼辦才好 那要看牠現在現在一歲半 對 現在還小 一歲半還在學習的狀態 對 也就是我們現在跟歐嚕嚕現在 雖然牠個性真的很好 對 可是我們還是會提醒媽媽 牠現在好不代表以後一定這樣 因為牠還會改變嗎 牠有一天會長大的 對 對 那像牠這個時候一歲半 牠都還是有可能會再做學習 是 盡量不要有這種機會發生 也就是說牠要知道 牠只要在房間 家人就盡量不要去靠近 不然如果沒有辦法控制 那就不要讓牠在房間 所以是盡量不要 如果媽媽在家裡睡覺 兩種想法 而且如果在睡覺的話 就不要讓牠進房間 一個就不要讓牠進房間 一個就是牠在房間 不要讓人家靠近 所以試試看 試試看這兩個方法 會不會對你有幫助 如果說你們家的毛孩 不管什麼品種的狗狗 也有這樣的問題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是 OK 接下來就是我們崇士選 最後一個秘密 牠原稱追求就是做自己 牠剛剛其實從頭到尾 都可以看到牠非常做自己 牠懶得動啊 匍匍前進啊 然後玩具過去看一下回來 有資的有資的 就非常非常做自己耶 因為我看牠現在其實算是很友善 牠有不鳥人的時候嗎 幾乎不太有 除非牠真的很累的時候 除非牠真的很累的時候 對 就是可能叫也會叫不行 因為牠不理人的狀態 是就算我經過牠旁邊 牠都不會理我 都不會有這種狀況 幾乎不會有 幾乎不會 你可能現在走過去 牠就是稍微看你一下 你你走過 牠就好 對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我經過牠旁邊 牠就這樣 就是會有一點表示 這樣才是正常的狀態嗎 其實就可以知道牠的好奇心 是比較強烈的 比較強烈的 對 所以牠針對每一個人都會好奇 但是牠現在因為牠現在年輕 對 牠慢慢長大以後 也有可能就是 都不太理人的機會也是有的 那現在因為就是像我陸下還年輕 牠其實還是有學習力的階段 是 那有沒有建議就是松絲犬最好做一些 怎樣子的訓練 比方說像牠體型比較大 牠如果會鋪人 對 或是什麼之類的 比較危險 對 我們剛剛講 牠的鋪跳 跑跳這一類 對牠的身體都很傷 對 那尤其你看牠是很沉重的 是 那這個時候如果散步牠是會真的爆衝的時候 爆衝 你看啊 現在媽媽還有Baby在肚子裡 對啊 如果牠一衝一拉 那是相當危險的事 所以像這樣這一類的狗 比較低沉 比較重的 我們都會建議散步的訓練要 其實要可以做好 所以散步的訓練比較重要 就是大型犬啊 體重比較重的狗 不要讓牠去做這個爆衝 爆衝的動作 你看五春 那這個爆衝你可是沒有感覺 我根本沒差一手撈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像這種體型比較大狗 我們會建議就是千繩散步這件事情 這個是特別要注意的訓練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媽媽 就是平常照顧就是歐嚕嚕 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嗎 比方說像是洗澡啊 或是梳毛之類 有要特別注意什麼地方嗎 因為牠們掉毛比較嚴重 而且比較容易打結 我跟你講這個送洗 搞不好人家都不願意接 真的假的 因為比較難照顧嘛 那是毛剃掉 不然你知道牠每天梳喔 真的牠很容易打結 很髒的 所以照顧下來有什麼 就是要 如果說真的打結的話 我們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梳毛 就是牠真的梳毛的頻率還滿高的 梳毛的頻率真的要很高 沒有我們問一下 媽媽牠是送洗還是自己洗 送洗 因為自己洗過一次然後就後悔了 後悔 後悔 真的是太辛苦了是不是 真的 對 就是吹不乾 吹不乾 毛太厚了對不對 所以養這種狗 一定要自己要知道 三隻 我可能每個月要花多少錢 對 口袋要稍微有一點深度 對 而且你剛剛說牠喜歡幫牠洗澡的姐姐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選一個好的姐姐幫牠洗澡 是 就是你的小朋友也會很開心 因為牠們真的其實還是不太喜歡人家碰牠 對耶 牠真的很好 但是其實像我剛剛一來的時候牠看到我 牠還是會比較謹慎 那是一認識 聞完之後牠才可以讓我們這樣碰 不然牠還是比較緊張的 所以洗澡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針對比較信任的人交給牠 對 因為大部分小孩都討厭洗澡 尤其牠真的很難處理 如果沒有一點耐心的 真的 所以我剛才問媽媽是到底是自己洗還是送洗 對 我們沒有套好的一問就知道 洗一次就後悔就會再洗第二次 對 真的 而且你看牠毛都把牠剃掉就知道 牠們也很懶得幫牠整理嘛 因為真的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那像就是我們在訓練 或者是照顧這種松屍狗狗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就是除了爆衝啊 還有整理上面的問題之外 對 其實因為這個爆衝 要讓牠做了解學習 我示範一下牽牠好不好 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下喔 歐鹿 當一下模特 來 牠已經懶得起來 來嘛 走一下嘛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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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起來耶 好乖 我們牽繩散步齁 其實很重要就是這一條繩子 我們要讓牠覺得 這一條繩子是鬆鬆的 是很舒服的 繩子一緊就不舒服 對 所以繩子一緊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像牠現在這樣 你看牠力量真的很大 對 牠真的滿沉重的耶 牠要去找五春 你看我拉牠真的很難拉 好 這個時候你看 只要牠有放鬆 我就要馬上放鬆 放鬆 配合牠 對 讓牠知道 跟著我走 繩子鬆鬆的是好的 請問一下 這個部分是在家裡先做練習嗎 家裡也可以先從家裡做 因為外面的刺激太大 會嚇到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 你看現在不願意走 我們就輕輕的慢慢的帶牠 然後只要牠沒有用力拉 我們繩子就要馬上放鬆 我們不用在意牠一定要 是非得走哪一邊 當然我們在散步過程中 不希望牠換來換去 有時候我們要讓牠學習 繩子鬆鬆的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讓牠舒服 所以當你的狗繩子一拉緊 媽媽你叫牠一下 他有看嗎 拿零食誘惑牠沒關係 好 這個時候牠一緊 你千萬不能跟著牠動 如果這時候你跟著牠動 牠就會知道牠可以脫你 而且會越脫越大力 那這樣牠永遠都會脫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牠學習 繩子是可以放鬆的 沒有 有學會了嗎 剛剛這個就是 如果說你在就是帶大型犬散步的時候 就稍微用一下這個方法 在家裡也可以練習 是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謝謝我露露和我露露媽媽 謝謝 他們有粉絲團 然後叫做松絲犬黑露露 如果喜歡黑露露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按個讚喔 然後還有這邊這位 武村也有粉絲團 武村的粉絲團 可他叫做38告武村 38告武村 38告武村 38告武村的奇幻冒險 對 然後熊巴跟我都有粉絲團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禮拜次再見喔 掰掰 掰掰 我們下禮拜 齊